欢迎收看中国在线外协议施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广阔 经济银性强、潜力带等的有利条件并未改变 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终结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兰 沉着应对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扩大国内需求 优化经济结构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新则生产力稳步发展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会议指出 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抓住重点 主动作为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交大财政货币政策 亦周期调节力度 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 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大动作用 同时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实施有力度的降息 亦都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调整住房限救政策 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赌点 会议说要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 亦都要守着兜牢民生底线 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 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加强对大龄、残疾、交长时间失业等 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 并且要切实找好糧食和农业生产 确保国家糧食安全 有线新闻中杰盈报道 商务部宣布 将会就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等的措施 进行反歧视调查 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住北京记者李永中报道 商务部说由获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显示 加拿大将对由中国进口相关电动汽车 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的限制措施 符合对外贸易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 决定由星期四开始启动反歧视调查 为期三个月 发言人何永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本次调查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提供公共评论等机会 欢迎包括中国国内产业企业在内 受加方措施影响的各相关利害方 各相关利害方积极参与调查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近日商务部部长黄文涛 会晤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 商务部说双方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 经过全面深入建设性的磋商 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价格承诺协议谈判 双方技术团队正按照会谈的方向 就灵活的价格承诺方案进行磋商 商务部强调中方既有通过对华磋商 妥善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 也有坚决不言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利益的最大决心 有线新闻驻北京记者李榮忠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贵罪和贪污罪 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显刚作出逮捕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 李显刚涉嫌受贵和贪污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1岁的李显刚被指网以党中央大政方针 违规收受礼金 大搞前式交易 侵吞公共财物等 今个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袁党委书记、董事长奴俊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授查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袁党委书记、董事长奴俊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 以及天津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8月,奴俊因为个人原因 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等职务 之后官方发公告 说根据国务院、国资委通知 奴俊不再担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内地提出要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 教育部说中国教育水平已经达到世界水平 会继续深化教育改革 同时保障学生每日体育活动的时间 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驻北京记者李永中报道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是教育政策重中之重 教育部明确提出保障中小学生 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两个钟 全面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要让孩子能够动起来 跑起来 能够互动起来 特别让孩子多见阳光 能够在阳光下多奔跑 多运动 多呼新鲜空气 要让他们身上有汗 眼里有光 通过种种努力 那么要着力破解 小眼镜小胖东等问题 让学生能够更加健康阳光 9月初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 教育是强博建设民族复兴之机 强调要建成的教育强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教育部说 中国基础教育已经达到 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达到 世界供应的普及化阶段 未来会继续深化教育改革任务 牵引重大任务 重大工程 重大举措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 教育部也会推动高校科研成果 转移转化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推进引进来走出去 建置据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有线新闻驻北京记者李荣中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星期三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洲制弹道导弹 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有关方面发布现场拍摄的照片 导弹攀训练模拟弹头 这次发射是火箭军连到军事训练 例行性安排 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 和部队训练水平 达到了预期目的 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作作通报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建设员工 全面投产之后 可以令深海一号大气田 高峰年产量由30亿立方米 提升至到45亿立方米 深海一号二期 是中国首个深水高压气田开发项目 区域最大作业垂深近1000米 一共部署12口开发井 13项重点设施 包括一座重量超过14000吨的综合处理平台 5条总长大约250公里的海底管线等 项目团队自主建成 全球首套 千米级深水发球管会等的关键设施 完成内地最长深水游气管道铺设 多次刷新深水游气开发作业行业的记录 第15届中国航展将会在11月12日到17日 在广东珠海举行 有多款航天航空领域的展品是首次良上 楼出南报道 11月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15届中国航展 会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航天领域方面 展出近200项高新科技成果 展品包括常额6号探索器 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等等 大约有150项属于首次良上 占比超过7成半 另外还会展出全域工房装备六大体系 百多项装备展品和一系列明星装备 航空领域方面 将会有260项产品展出 当中以航空装备为主 大约三成为首次展出 事于空军参展情况方面 将会增加空地装备展示数量 和飞行展示荒目 今届航展 空军设立的展台数量和面积 将会达到历界之序 今年在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第十一次参展 空军航空大学 红英飞行表演队第四次参展 航展期间有多场飞行表演 本届航展 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890间企业参展 展览将会启用13个展馆 并首次开启无人机 无人船演示区 有线新闻留卓南报道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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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